容檢基議員 主席 做議員就是特別立法會 最重要的功能 或者是生出來 我們必須要做的就是監察政府 而監察政府 我們只能夠透過《基本法》 賦予我們的權力 其實已經是很少權力的 你去財政預算案 你只能夠cut它 又不能加它 你可以質詢 你可以在法律上 支持它 或者是修訂它 或者反對它 如果只有這麼少的權力之下 現在我們的議事常規 容許我們議員 就政府提出的問題 去提這個修訂 或者發言 你猜真的這麼容易 弄一百多千出來嗎 這一定是有它的原因 第二 如果這個原因出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說有很多可能性 另一個是你們這些議員是刁民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你這個問題真的不能服眾 不能服眾 是議會內部的眾 第三個 你不能受社會接受 很明顯上個禮拜面的情況 反映了 我們如果硬要去的話 外面無論那些是村民也好 或者外邊人也好 村民刺激人 人的刺激村民也好 我講清楚 我自己一定是搞社會運動 是要和平進行的 我們對那件事都表示遺憾 因為無論警方 或者在哪裏都有做錯的地方 但是我們覺得 社會是否要將這件事繼續激化呢 繼續打下去呢 你打死就對了 社會越撕裂 某些人就越正 這個正可以是政治利益來的 如果選了這個做法 我相信主席不是 因為我這兩天見主席你 我是完全欣賞你和我們泛民開會的時候 所表現的那種積極態度 你都想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主席你都幫了手 真是做這個解決問題 於是我覺得 今天對我來說 大家知道 我是很少參與拉布的 我今天參與到底 因為我覺得今天如果投票的話 你很明顯這個問題 是沒有得解決 死結 加死結 你只能夠是今天不要投票 讓下個禮拜的會議 真是能夠順利進行 你才開始到這個對話去處理問題 當然處理得到 都重要的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如果議員有代表市民也好 他自己角度也好 覺得這個問題有問題要提出 有修訂要提出 我覺得你不可以用主席的名義 限了我們一條兩條 還有最後就是 財委會其實有一個 要國謙的議案在那裡 我們也有180萬修訂在那裡 那裡都沒談 都沒決定主席 你是不是打佔啊 偷計啊 都沒人做那裡 你怎會做一個個人的決定 去override 就是比上次更大 那我覺得你希望